好 跟我们为您报道过很难得的士林官邸正房 今天是对外曝光了 我们带你来看了老蒋总统和夫人他们在牵台之后 士林官邸就是他们的第二个住所 将近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 士林官邸其实扮演重要的权力中心 曾经接待过美国的前总统 而这也是前第一家庭重要的生活区域 二层楼的建筑里头还有老蒋夫妇爱看的电影室 以及夫人的专属画室 我们带您看看 中式客厅武艺十足 这是老蒋总统生前的住所士林官邸 家具做工材质都很讲究 全是老蒋总统夫妇在上海结婚保留下来 运来台湾的 一楼的大客厅是官邸的重要社交场所 民国四十二年美国副总统尼克森 还曾经来官邸住过五天 应该说中文民国前台以后 最士林官邸所接待的最高级的贵宾 他会谈主要的目的当然是那个时候 他希望讲说希望美国能够对他反攻大陆 这一种志愿能够提供一些帮助 士林官邸见证过许多历史外交事件 也有前低家庭的温馨回忆 小客厅壁炉上方挂着皇太夫人的遗像 老蒋总统每天都会行礼 二楼是老蒋夫妇的起居室 还有蒋宋美龄专属的画室 处处可见夫人的作品落款美龄 有时候老蒋总统也会提字 这一幅是夫人为蒋宗正73岁生日 祝寿化作 夫妇两共同的嗜好是看胶卷电影 官邸还设有电影科 蒋宗是一个电影迷 他有记载他看的那一部影片 是第一部我发现的 居然是卡通 老蒋总统的童心外界少知 而其日士林官邸正房 60年后卸下神秘灭杀 周年新闻缩号报道